成龙电影花是这样看 在特务迷城中 成龙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标志性的动作场景 他从高达80尺的土耳其特色圆间屋顶上 仅凭一把太阳伞跳下的惊险荫幕 展现了成龙对待电影的专业精神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盛宴 他从300尺高的天桥上 凭着唯一的安全保障 威亚保护就腾空跳下 手握神网凌空摆荡 以及在时速100公里的车顶上与对手打斗 这些全是实景拍摄 光是这些场景就充满了紧张刺激的视觉冲击力 其中一场特别引人注目的戏份 是成龙仅用一条毛巾包裹下半身与敌人进行肉活 而这个场景是整个剧组封了三条商业街 请了300多位临时演员 并把所有的商品买下来 用作道具进行拍摄 在土耳其的浴室场景拍摄上 加上泡沫令地面湿滑 增加了动作的难度和危险性 而这个场景的动作创意是成龙提出来的 在拍摄过程中 成龙和他的成家班 因为场地的原因经常恩惧 其中一场戏成龙不慎摔倒 但他没有休息还是坚持完成了拍摄 在土耳其的拍摄过程中 剧组感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和友善 成龙对土耳其民风的重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感动于当地人即便生活条件坚固 也愿意与他人分享有限的食物 这样的民风深深打动了成龙 也给剧组成员留下了宝贵的回忆 在片头成龙为了抢下劫匪包 他需要在两条运行中的电梯扶手上 做翻腾转身动作 由于电梯运行这个动作极具难度 因此这个动作恩惧了五次才完成拍摄 在此过程中 成龙身体上留下了多处小伤 也没因此终止拍摄 特务迷城是一部集合了动作 喜剧和悬疑元素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 成龙展现了其一贯的幽默动作风趣 成龙饰演的角色袁小北 是一个感官敏感 能力出众的健身器材电影业员 自小习武 梦想成为一名客工 电影的情节围绕小北展开 他凭借敏捷的身手和超凡欲 在一次打劫银行的事件中 勇情结婚成为了媒体焦点 一位私家侦探发现小北 可能是其韩国客户失散顾面的儿子 于是带他前往韩国寻找自己的绅士之内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北踏上了这段寻根之路 客户迷城 不仅仅是一部动作电影 他也探讨了关于家庭 身份和公联的深刻主题 随着小北对自己绅士的探索 电影揭示了个人身份 和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小北的旅程充满了对过去的追寻 和对未来的探索 展现了一个勇敢追求 自我真实身份的年轻人的形象 在这部电影中 成龙的演技不仅限于 他标志性的动作表演 他在影片中展现了多样化的演技 从搞笑的日常生活场景 到紧张的动作戏 再到情感丰富的家庭和身份探索 成龙的表演都十分抓人 特别是在处理剧情中的 情感冲突和人物内心戏时 他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和成熟 谢谢 好准备了 好准备了 好gent 哈哈哈 再来去人生 要一撒战争 去面对自己 世界 driv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